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 今天是6月12号 在10号的凌晨,唐山市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残暴殴打女子事件 事情发生在一个饭店,当时有很多人在吃饭 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女子由于拒绝骚扰而遭到了几个恶棍的残酷殴打 浑身是血 女子的几位同伴也遭到了暴力殴打,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凶犯没有任何的顾忌,用力之凶狠,手法之残忍,指野蛮,气焰之嚣张 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到胆战心惊 现场施暴的几个凶犯,必是惯犯无疑 新京报的消息说,此次打人的一些涉案人员可谓劣迹斑斑 另外,有四个凶犯驾驶着车牌7777的奔驰麦巴赫逃跑了 也让人感觉,这些凶犯的身份很不简单 据说,仅仅这四个气的车牌价值就在百万上下 而奔驰麦巴赫最普通的型号价格也在两百万左右 这些凶犯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何如此的肆无忌惮 南方周末在次日发表评论文章 唐山打人事件令人震惊 对这一犯罪过程做了简洁的描述 一名男子骚扰一名白衣女子遭到拒绝之后 突然动手打人 女子同伴健壮帮忙,也遭到暴打 此后暴力升级 男子的多名男性朋友对几名女子拳打脚踢 并拽着头发,把白衣女子拖到了室外暴打 从视频画面来看,把人往死里打的行径 只是凶狠与恶劣,可谓击穿文明社会的底线 这篇评论文章还说 女朋友在公共场合好好地吃着烧烤 却突然被打得满身是血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遭遇,谁能免于恐惧呢 这样的极端事件并非简单地寻衅滋事 由于手机摄像和视频监控的广泛应用 以及互联网的存在 现场视频得以迅速的流传 无数人看到了这个视频 仿佛来到了现场 直接感受到了凶暗的残酷 他们的震惊和愤怒的程度可想而知 从当天下午开始 相关的话题迅速引爆了舆论 并激起了强烈的公愤 就在这一天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也发表了短评 唐山这起全欧女子事件令人震惊 不仅挑战了法律 还挑战了社会秩序 挑战了大众的安全感 被打女子仍在医院治疗 病床上的她们需要一个公道 全社会需要一个交代 尽快以法办理 让施暴者付出沉重代价 人们拭目以待 今天央视也发表了短评 扫黑除恶 绝不能有盲区 其中说到 黑恶势力是人民群众生无痛绝的社会毒瘤 如果不能彻底铲除 就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对自扰伤害人民群众平安生活的黑恶势力 不可姑息 扫黑除恶 必须斥之以恒 彻彻底底 不能存在盲区 留有死角 党媒显然是在回应民众的呼吁 以显示他们对这个事件的关注 他们实际上已经无法置身事外了 毕竟唐山凶案 已经让百姓对能否安全生活都产生了怀疑 已经让百姓对当局能否维持最起码的社会治安 都产生了怀疑 光明日报在昨天发表文章 其中写道 案件性质如此恶劣 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情景下看 如此令人震惊 放在扫黑除恶的大环境下看 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因为挑衅社会法治和道德双重底线 这个案件已经产生了传导效应 使所有屏幕前的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剧烈的不安 北京青年报也就昨天发表文章 唐山商好电行凶案 为何激起了公愤 文章写道 现场视频传播来之后 这起凶案激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慨 在舆论场上 人们持续的参与讨论 不断的转发事件的进展报道 并且追问事件何以发生 一起刑事案件 引发如此热度的关注 可以说相当罕见 关于这起凶案 为何激起了公愤 这篇文章认为 暴力团伙这种无差别式施暴 击中了公众安全的软肋 其次是暴力伤害的没有限度 大有逆致者亡的嚣张势头 还有一点是行凶者的悍然和无畏 这种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暴行 尤其让公众怒不可遏 这篇文章最后写道 个案引发的汹涌的语情 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 此外 检查日报正义网也发表了 郑义瑞平唐山烧口店打人案 为什么需要高度重视 其中写道 几位被害女性遭遇的无妄之灾 很容易让公众产生联想 谁知道哪一天自己和家人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这样的社会治安状况 如何能有安全感 公众的愤怒和不安 理应得到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 从光明日报 北京青年报的文章 以及检查日报正义网的评论 尤其是从一起刑事案件 引发如此热度的关注 可以说相当罕见这句话 我们可以感受到 公众的愤怒情绪 引发的舆论风暴 明显的超出了当局的想象 尤其是 人们对中共公安机关的 明显质疑和不满 想必也引起了当局的担心 非同寻常的是 针对这个唐山凶案 不仅人民日报 央视 就是中纪委 中共军方也发表了评论 中纪委的评论说 唐山打人事件 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 光天化日 众目睽睽之下 害人的暴力 公然挑战法律的底线 破坏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在网上 严惩施暴者的呼声 一浪高过一浪 平安是老百姓生活的基本要求 对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行为 必须零容忍 从严从快 一发惩处 给受害人一个交代 给人民群众 以安全的生活环境 中共军方的媒体公号 君正平的短评 是这样写的 建议勇为的英雄正气 是我们社会不可或缺的元素 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的 唐山商号店打人案 又一次引发了人们 对建议勇为的呼唤和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 面对公众愤怒和焦虑的情绪 官方媒体除了表示 从严从快 一发逞出罪犯 明显的是在把民众的注意力 引向一些肢结问题 比如军方的这个评论 呼唤建议勇为 实际上是在暗示 之所以出现唐山凶暗 是因为百姓没有站出来 阻止犯罪 问题就在于 军方那样肆无忌惮 那样无所顾忌 背后一定有人撑腰 而央视的评论宣称 扫黑除恶 绝不能有盲区 这更是在误导民众 在中国并不存在权力的盲区 之所以一再发生 这样的恶性事件 关键就在于 有人庇护犯罪分子 犯罪分子并不是在盲区 而是在保护伞之下 官方的媒体明显的在引导舆论 让人们忽略中共政权的责任 忽略中共警方的责任 可以说 中国一再发生这样恶劣的凶案 根本就是中共当局纵容的结果 在极权制度下 统治者的权力无处不在 无处不至 并不存在统治权力的死角和盲区 所谓的黑恶势力 根本就是这个统治权力的外延 事实上 唐山凶案的多个凶手都是惯犯 他们那样有恃无恐 随意的伤人 背后一定有中共警方的势力 对于中共媒体的舆论攻势 有人认为 习近平当局可能在利用这个事件 以建立他的亲民形象 这显然高估了习近平 在他上台这十年时间里 发生过许许多多次 公众极为关注的社会事件 比如雷洋事件 比如铁链女事件 习近平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的表示 他根本就不在意民众的感受 假如这一次 习近平真的拿下了凶犯背后的保护伞 那也不是为了塑造亲民形象 他根本就不屑于塑造一个亲民形象 实际上 他所依赖的只是中共的暴力机器 实际上 他完全站在了犯罪分子的一边 因为那些犯罪分子和中共政权 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和中共的暴力机器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些犯罪分子 就是中共暴力机器中的一部分 是有牌照的流氓恶棍 而且 正是由于习近平野蛮粗暴的统治方式 四号不加掩饰他自己的痞子恶棍本色 才导致整个的中共政权体系日益的野蛮粗壁 到处痞子当道 恶棍横行 习近平清洗公安系统 清洗政法系统 完全是因为担心对他不够忠诚 对习近平来说 只要对他忠诚 其他一切都不被考虑 类似唐山凶案这样的案件 在当今的中国非常普遍 而且长期存在 只是大多数的凶案 并没有能够成为 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 就这一点来说 唐山凶案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 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 而民众对此案的反应的激烈程度 也显然非比寻常 尤其是最近这两年多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百姓的生活日渐艰难 百姓的心情也异常的焦虑不安 再加上当局 对各种犯罪事件的包庇和纵容 民众的不满和怨恨情绪 也在不断的积累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民众再遭到剧烈的刺激 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显然当局对此感到了紧张 唐山宣案发生后 官方媒体不断的发出评论 试图显示他们在关注这些问题 其实他们只是在缓解民众的怨气 安抚民众的紧张焦虑情绪 他们担心社会上的愤怒和焦虑情绪 会失去控制 中共当局非常的清楚 他们就坐在火山口上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请喜欢的朋友订阅 点赞 留言 转发 小明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